大家都知道六战神是实力的象征 无敌的存在 一提起六战神 想必大家首先就会想到向日葵小班的校长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校长他是开科技上的六战神 那么到底有没有不开科技上到六战神的选手呢 答案是有的 而且这个人连校长见了都得服 没错 这个人就是古天乐 你一听可能有点想笑啊 古天乐不是那个电影明星吗 呃 其实这位游戏主播也叫古天乐 而且进到他的主页之后 我直接呆住了兄弟们 不是一个赛季的六战神 而是五个赛季的六战神 这得有多大的毅力啊 大家都知道你冲六战神光有实力是远远不够的 重点是你得有毅力 做好掉大分重新上分的心理准备 冲战神时掉大分这是家常便饭 所以主播没有强大的内心的话是熬不到六战神的 那么这位主播啊 校长见了都得服啊 不是我瞎说啊 兄弟们 是校长自己亲口说的 咱们来听一下 古天乐六战神选手 我跟你讲兄弟们 古天乐这个人我是怎么认识 我是怎么知道这么一个主播的 我要是不冲六战神 我真的我不知道古天乐是谁 兄弟们讲实话 古天乐那个冲战神真的 手把手打上来了 兄弟们懂吗 听到了吗 兄弟们 科技六战神遇到真六战神 还是得坐下当个弟弟啊 那么古天乐的这个六战神号日后有没有被封的可能呢 我觉得基本是不会的 首先他已经连续多个赛季都上了六战神 如果开了科技的话 那该封找封了 所以说这位主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就是他这个极品id 古天乐三个字 我想应该比多个赛季的战神更有价值吧 应该没有人想要为了上战神而失去这个id吧 况且他号上还有500多套的皮肤呀